2014的選舉 六都大家不要只關心首都或是雙北 重點是決戰叫做中台灣 台中市是最容易翻盤的一個地方 剛剛看到光這個民調數字 已經非常之難看了 所以對郭老師 很happy 接下來翻盤機率很高 就是你們要 省慎樂觀 Tony的表情這個看得出來 對 在這裡應該是非常有一定的把握 因為上次2010年蘇嘉全 台中縣他贏了2萬票 台中市輸了5萬票 坦白講在歷史上 除了張文英 因為張文英很特殊 因為他的丈夫那邊是國民黨的市長 民進黨從來沒有贏過台中市 從來沒有贏過 所以就是說 這個地方一定是很艱苦的 其實剛剛玉芳兄說5% 那個高估了 敬活動跟我說是1% 就是2萬票 輸贏是2萬票 上次是3萬 這回會更加快 上次是3萬1 這次恐怕是2萬票左右 不得了 可是這次2萬票 我們是有機會贏的 因為林佳龍真的在地方扎根也10年了 各方條件也好 大家本來就篤定就知道說 你要往這個地方發展 國民黨主要事實上是被胡志強跟馬英九聯合害死的 因為他本來就有一些候選人 也許時間給他的話可以慢慢培養出來 那現在就卡住了 這個民調我覺得看看就好了 因為國民黨還沒有鄰居 所以我覺得不能這麼樂觀 因為還沒正式選投票出來之前都還有變數 那金蘭你怎麼看 我們胡志強市長應該說他是非常非常有頭腦的一位政治人物 但這個時候看出他的智慧的展現 好像大家在這邊覺得評價不是那麼好 這次弄到這樣我覺得對他其實非常不利 今天還有一個新的民調也說輸22% 我認為他會形成一種效應 那個效應都會有西瓜 那整個的發展對於台中市的選舉非常的不利 那他自己也很清楚 這一次的跨年晚會 全台灣的這個六都選舉裡面 只有他辦兩場 就是在台中縣辦一場 台中市辦一場 因為他台中縣大家都認為他跑得不夠 那跑其實要花費很大的力氣 那對於身體不好的人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挑戰 那辦活動是最容易的 因為站上去就辦活動 所以他特別在台中縣辦了一場 大禮辦了一場 他的倒數也在大禮 那他的台中市是讓給他的副市長 就剛剛他們也都講了屯區